大家好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那么这期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特殊的纹路 首先是太阳线 太阳线呢是在无名指下方往下延伸 这个有的时候会穿过感情线 有一般的情况下它是到感情线就停止了 这个偏短的一条 那大部分都是在集中在这个太阳丘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又叫太阳线 又叫这个成功线呢 代表地位名声成功和财运 这条线长的话将这个什么呢 非常重视地位和名声 但是它这种重视 它不是那种很爱慕虚荣的那种 爱慕虚荣的那种呢 它太阳线有个特点就是弯曲 无形或者断裂或者是分叉 那么一些不好的符号出现在太阳线上 它就容易这个好高骛远爱慕虚荣 喜欢图一些虚名虚立 做人不是很踏实 就这种感觉啊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是首相当中呢 这个本身呢 他这个指缝还是比较大啊 自然这个爱好自由 不喜欢受到拘束 同时呢 他也是比较漏财的一种啊 爱好一些高消费 花钱比较大手大脚 生活当中呢 也有不少冤枉钱自己出啊 而且呢事业上还是比较偏辛苦的 整个从手心来看呢 三公平比较这个平平坦吧 平坦 而且呢这个手相当中 手型当中的整体长色也不是很好啊 所以说运势根基是一般的 这个而且呢爱大手大脚 这是一个手型不得体的一种啊 我们看这个手相当中啊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生命线在尾端有一个很大的分叉啊 这个分叉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这个生生命线呢 我们说是代表根基的啊 同时呢也是代表一个一个人运势的一个基础啊 那么如果是分叉的话 往往是会经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 这很有可能就是在婚姻当中吃两家饭 或者是说这个二婚的可能对于男性来讲啊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起始阶段呢 出现一个凹陷和色泽比较暗沉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说明呢 在成年之前呢 或者在三十岁之前呢 这个这个比较成熟之前呢 往往是感到比较迷茫 生活呢 这个运势比较低迷啊 运势比较低迷 我们从这个手上当中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特点 可以印证到这一点啊 就是说他有一些小人纹冲了指缝啊 你看小指跟无名指之间 食指跟中指之间都有一些小人纹冲了指缝 这很有可能是早期啊 育人不熟啊 或者是说碰见一些这个 这个我们说经历一些坎坷吧 往往是遇到一些骗子啊 或者是骗了钱财啊 或骗了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早年呢 他的心智不成熟啊 往往是 往往是容易这个上当受骗 从他的这个 智慧线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啊 智慧线 偏浅偏淡 但早期呢 有一些导文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容易出现这种 因为智慧 或者是说因为选择性 自己的这个才智不足啊 心智不成熟 这个导致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坎坷啊 好了 有关这个首先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条权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